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吴江 現在大家建議來看我的影片 那我現在仍在台灣 這次回台灣真的超開心的 每天都吃很多東西都跟家人待在一起 然後文當也有來台灣嘛 就跟我家人見面啦 吃飯什麼的 覺得心情真的很不一樣 那因為日本的氣溫跟台灣的氣溫不太一樣 所以在台灣的衣服就要重新準備 那這次呢 非常幸運的是 可以跟Fashiru這個品牌合作 他們提供我一些衣服讓我在台灣的時候可以穿 我真的穿得超級開心的 然後也很喜歡他們的衣服 所以今天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品牌 還有我這一次總共帶回哪些衣服 那Fashiru呢他是從2017年開始設立的品牌 現在在Instagram上的Follower有16萬人 那Fashiru他們的衣服呢 主要都是比較簡約、自然一點 像我現在身上穿的這一件也是Fashiru的衣服 朋友質感也非常好搭 那我一開始在看他們的網站的時候 覺得蠻特別的是 其實他們的網站不像是一般的衣服網站 都會是很多視覺照 那他們的網站就是比較自然風格感 有很多在咖啡廳拍的照片啊 走在路上拍的照片 所以大家一看照片的時候 其實蠻容易想像自己穿起來是怎麼樣子 跟街景自然光影結合也比較不會有色差 對我來說非常好選擇 因為我自己也不是那種模特兒的身材 我的身材是屬於比較離型 屁股比較大一點的身材 那我自己這次穿到他們的衣服 然後我自己也實際穿 之後覺得他們的衣服雖然是非常簡約 但是他們在板型上面是非常講究的很修身 然後衣服的材質跟質感都非常好 穿起來又很輕 很推薦給大家 那我之前在看法西路網站的時候 他們本來是只有日本網站 但是現在他們已經開了 面向中華圈的網站了 除了日本之外呢 可以送到台灣、中國、香港 所以海外的大家現在都已經可以購買了 商品全部都是日本直送 好那我們大家一起來看一下法西路他們的海外網站 首先他們上面那一行我覺得就還蠻好懂的 有items、還有分類、還有排行榜 那大家就可以依照上面這些類別 來選擇自己想要看的東西 大家看他們的網站照片 就是像我剛才講的一樣 他們都是偏向比較接頭感的感覺 因為有些照片呢 如果是在攝影棚拍的話 其實色差真的會還蠻嚴重的 可是我覺得他們家也不會 因為我收到商品的時候 真的覺得幾乎完全沒有色差 那他們這裡寄送的都是EAS 都是日本直送的差不多3到10天 其實我的日本朋友很多人都是這個風格 很多人其實也都知道法西路這個品牌 然後也都還蠻喜歡他們的衣服的 我覺得他們網站整體蠻好逛的 大家可以自己逛一下 那這次我搭了三套跟大家分享 首先先跟大家分享第一套 就是我現在身上穿的這一套 真的超級可愛的 我現在頭髮穿成粉紅色 看起來比較亮一點 可是搭配像現在黑色的基本款 我覺得也很適合 那大家看我的整體感大概是這種感覺 那我身上穿的這件毛衣呢 是法西路的商品 叫做HUDINITO 是黑色的 我覺得他這一件超級無敵可愛 他這一件的設計呢 是有點凍凍妝的感覺 但是他洞又不是很高調那種洞 是小小的非常細緻的洞 因為如果有一些洞太大了 就會覺得有點太over 像他這種就是故意做的若隱若現的感覺 我自己還蠻喜歡的 那我這一套呢 裡面是自己搭一個新色的高領 那大家也可以像官網一樣 搭配白色的T恤 搭配各種屬於你自己的風格 那他這個毛衣穿起來 非常慵懶的感覺 我自己很喜歡 而且後面呢還有一個帽子 帽子呢也是做垂垂的 也是讓人覺得很可愛的感覺 我自己覺得像這樣搭高領啊 然後再這樣戴帽子的感覺 也很可愛 我自己這次挑的衣服 很多都有帽子做的設計 因為秋冬嘛 就是耳朵很容易冷 所以我覺得有帽子的話呢 比較可以保暖 我覺得超可愛的 那這一套毛衣呢 我搭配的也是 法西州他們的裙子 裙子的名字叫做 Plitz Skado 我自己超喜歡這裙子 這個裙子完全不會皺 超誇張 大家看我把它揉成一團 再放開 它的形狀都還是非常的漂亮 因為這種擺褶裙最怕皺 但是他們用的這個材質 就真的非常的有質感 不只是簡單的擺褶 我覺得他們的布料有一點垂綴感 就讓它整體看起來更高級的感覺 那它這個裙子是有內裏的 大家可以在裙子裡面 也搭配絲襪或是髮熱褲 然後大家看腰的部分 他們這裡也有鬆緊帶 大家冬天吃火鍋的時候 肚子變大也不怕會穿不下 我覺得這一套超級可愛的 如果沒有搭裡面的內搭 可能會覺得整體看起來比較暗一點 但是因為呢 它這個洞洞設計 可以搭配裡面自己想要穿的內搭 有一點Sashiro的感覺 我自己滿喜歡 這一套超級可愛啦 又不會太高調 因為我自己有搜尋一下有穿Fashiro他們衣服的人的IG 我覺得他們的風格呢 都是很素雅、簡約、幼稚感 最近日本也很流行像這樣子的風格 那這一套我搭配的也是Fashiro的外套 是Bomba Jacket 我選的是卡其色 那全黑穿搭呢 很適合搭這樣有一點帥氣的NA1 和一般布料光滑的NA1不一樣 Fashiro的他們是絨面材質的 所以給人的感覺呢 會再更溫暖一點點 那它版型設計是Oversize 所以可以搭配厚一點的毛衣也不會卡卡的 或是搭配甜美的洋裝也可以有衝突感 很可愛喔 那接下來是第二套 第二套呢 這一套我自己也超喜歡 那這一套全身都是Fashiro的衣服 我穿白色的高領毛衣 搭配黑色的長褲 然後外面再搭配Fashiro他們的風衣 這一套我超喜歡 白色加黑色加陀黃色 我從以前就很喜歡這種顏色搭配 所以那個時候搭配這一套 我就覺得太開心了 那首先是我搭配的上衣 那這件上衣的名字叫做Long High Neck Set 它是白色的 它之前做高領設計 然後這邊有點垂垂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 它其實整個高領呢 差不多有這麼高 我覺得超可愛 就是大家有沒有看過一些日記 就是如果女生把領子這樣放到這裡 我自己覺得超級可愛的 他們今天做到這個高度超級適合賣毛 我自己蠻喜歡這件毛衣的是 因為我自己的胸型是比較大一點 所以我其實不太喜歡穿太緊的毛衣 我會覺得有點害羞 那他們這件毛衣的版型是比較寬鬆 但是又不會太不合身 有些太寬鬆的話看起來身體會比較大一點 那我覺得他們這邊不會 然後尤其是他們的袖子的部分 我覺得也超可愛 那他們的袖口呢 也跟他們的領子一樣 都是做比較長的 所以袖子也可以有一點萌袖效果 大家看他們的袖子是兩種不同的織法 在袖口這個織法是比較有彈性的 那我自己是喜歡在它交接處的地方 把它縮緊一點 我覺得這樣看起來也有一點 像很流行的袖套的感覺 又是不一樣的風格 我覺得很可愛 那這個毛衣的穿起來是很舒服的 是不會刺 因為我自己的肌膚非常敏感 所以真的非常挑毛製品 他們這件毛衣我覺得穿起來很舒服 那下面搭配的褲子也是髮歇的 那我穿的是黑色的M號 其實我也很少穿褲子 因為我屁股真的很大的關係 但是我覺得他們這件褲子 穿起來算修飾的 然後大家看它這裡有做中線設計 所以會讓腿看起來比較修長一點 那他們這件褲子有兩種穿法 一種是直筒褲 那另外一種穿法是他們褲口這裡有扭扣 可以把它扣起來 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上衣造型來做搭配穿搭 那他們褲子這裡有做口袋設計 而且口袋非常的深喔 他們的後面也有做夾口袋設計 它的材質穿起來也是比較滑順一點的感覺 那它單側這裡也有做皮帶設計 所以就在上衣穿厚一點的材質 上一具褲子裡面的時候 只要把它調鬆一點 也不會全部擠在這裡 整體看起來會比較漂亮 那這一套我是搭配他們的蜂衣 那我選的是駝色長板 我自己一開始收到是還滿驚豔的 大家看它的材質其實是有一點光澤度的 整體看起來很有高級感 而且它這個材質也是不易皺的喔 然後我自己還滿驚訝的是 大家看像這樣子的外套 可能會覺得很重 因為我自己有幾件穿起來真的滿重的 但是它這一件呢 穿起來非常非常的輕 感覺他們在選布料上面有用心 它的size有兩種 那我自己是喜歡穿起來 常常的寬鬆的感覺 所以我選的就是長板的 那如果你是身材比較嬌小的女生 你就可以選再短一點的size 那這件我覺得台灣氣候還滿適合的 它整體穿起來不是太厚的感覺 我自己覺得可以穿春天跟秋天 而且我覺得它也有一點骨濁感 所以真的非常好搭衣服 就我自己有超多衣服都可以搭的 可以搭毛衣啊T恤啊搭什麼都很適合 這一件的話 應該是萬用款 然後它的設計也是A字型設計 會讓你的身體看起來比較漂亮 然後大家看它的肩線也是做比較下面的 所以整體穿起來就真的很可愛的慵懶感 有很多日本女生都喜歡這樣穿 這一件呢我真的覺得是必買 因為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好搭 然後我覺得它其實也可以拿來搭一些碎花洋裝 我現在穿的是比較帥氣一點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它也很適合拿來搭 比較甜一點的衣服 這一件真的是百搭款我覺得必買 然後它裡面呢我覺得還不錯的是 它也是有內裡的 而且我覺得它內裡的材質呢是非常非常順的耶 摸起來很舒服 這一件我超喜歡推給大家 那最後一套呢是我自己超級常穿的 我最近超常這樣穿 因為太方便了 我跟大家製造的是懶人必備穿搭 雖然懶人必備穿搭 可是我覺得它穿起來真的非常有設計感 我自己超愛這一套 那這一套呢是一個長版的one piece的毛洋裝 然後再搭配它像這樣子的一個輕羽絨 這個洋裝超可愛的 那今天洋裝它的名字叫做 Woodie Bodie Muni Do One Bee 因為我真的是一個 非常非常非常喜歡穿one piece的人 所以我一開始看到這一件 我就說就是它 我就是要這一件 那我選的是駝色 首先這一件一開始超驚訝就是 它雖然是像這樣子的毛衣 可是它穿起來真是完全不刺 就肌膚是超級舒服的 然後大家看它的顏色 它雖然是駝色 可是我覺得它其實是一個混枝色 不是完全的駝色 又有一點淡淡的灰色 跟淡淡的藍白色在裡面 我覺得這件其實近看呢 是有一點層次感的 然後還有另外一點 我覺得很特別的是 它這個材質呢 雖然是伸縮彈性的 可是它穿起來呢 不會直接貼住你的身體 讓你的身材飆露無遺 我覺得它也是有一點點A字的設計 整體看起來很慵懶很輕鬆 然後又不會過貼 這件真的超級舒服 超級適合一穿就出門 它也是有帽子設計的 那這一件呢 我並沒有另外搭內搭 但是它的這個厚度 其實也是可以搭內搭的 因為現在流行各種內搭嘛 我覺得大家可以多買一點內搭 可以讓本來的衣服有不一樣的樣貌 超級可愛的 而且大家看他們其實這一家 我覺得Fashiu他們蠻特別的是 像他們這種袖子啊 都會做的大大的長長的 就是很可愛 日本那種萌袖的感覺 那我覺得它這一件 其實穿起來算是蠻保暖的 台灣冬天很適合這一件 其實或是隨便穿一件外套都很好看 那我這件也是搭Fashiu他們的 輕羽絨背心 這一件背心也是超級優秀 我覺得它超可愛的 這一件也是必買 我覺得他們的外套真的都超好搭的 除了好搭也有造型設計感 那這件輕羽絨背心呢 它的商品名叫做Short Down 那我選的是象牙白Eye Body 因為我之前就是朋友推坑之後 我就愛上這種輕羽絨背心 因為它真的非常好搭 因為隨便一穿 你就是隨便戴一件T恤 隨便戴一件毛衣穿上去 就會讓人家感覺 欸!你好像很時尚的感覺 我就很喜歡 真的是懶人穿搭法 最近日本其實蠻流行 這種輕羽絨背心的 因為它其實整體的就是非常的清亮 然後你穿上去的時候呢 又是很有包覆感 有點圓圓的感覺 像我搭配這one piece的時候 因為它有帽子的關係 帽子也可以直接把它拉出來 讓整體的感覺更有層次感一點 那除了搭像這樣子有帽子的衣服之外呢 大概也可以很輕鬆的搭配 圍巾啊 或者是現在其實很流行那種 掛飾耳機 掛著我覺得也都很適合 然後這件呢 雖然它是背心 但是我覺得它穿起來是非常非常暖的 反正這一套我覺得就是 就是很適合台灣的冬天推薦給大家 然後又保暖又可愛 好 那這次介紹法西圖的三套給大家 不知道大家最喜歡哪一套 我自己的話是有點選不出來 因為就真的都很喜歡 其實我平常是喜歡穿一些比較華麗一點的衣服 有個蕾絲啊什麼更開心 所以一開始接到他們的邀約的時候 還覺得說會不會適合我 可是我後來穿了之後覺得 欸這真的是不管什麼年齡 我喜歡什麼風格的人 其實他們家的衣服呢 都很好上手 然後也很好做搭配 所以才答應跟他們合作 然後我覺得他們的材質呢穿起來真的很舒服 這個也是我自己被他們吸引的點之音 因為我真的很敏感很敏感 就身體很容易受到刺激就會紅腫癢 我穿他們的衣服呢 完全都不會有這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還蠻推薦給大家 然後我覺得他們的衣服呢 其實也還蠻適合台灣現在的氣候 所以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話呢 也可以購買法式是他們的衣服 讓他們這個品牌被更多人認識 那就跟影片最開始介紹一樣 他們現在呢已經不只有日本網站 還有專門對象海外客人的網站 全部的商品都是日本直送 台灣 中國 香港 反正很多地方都可以買得到 如果你平常就是喜歡簡約質感的風格的話 我相信你一定會喜歡他們的衣服 那詳細的資訊呢 我都寫在資訊欄 有興趣的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還可以留言跟我說 你們最喜歡哪一套 我真的很好奇耶 因為我自己真的是選不出來 大家跟我講話我也會很開心 那謝謝大家看今天這支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大家再見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